大家好,我是文哥,今天是2022 12月1号 12月1号,再过一个月,就是我们迎来新的一年,2023年的到来 我们回顾一下疫情是什么时候爆发的 大概好像就是2019年的12月份,20多号 我记不住了,应该是,也是在冬天,应该是即将满三年整 那么我们中国有一句话,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俗语啊,还是怎么说法 就是大意不过三年 所以我今天特别特别穿了一身红色的服装 来表达我对新的2023年的一种 很好的一种预期 就是大意要结束 疫情要结束 为什么我有这么好的一种感觉呢 就是因为昨天听到广州 广州的全面解封 广州的这个做法 让我看到全国的转好啊 这个跟进 或者说全面的开放 指日可待 是不是能够在12月份就达到这个目标 我不知道啊 如果达到那是太好的事 就刚好印证了中国的这句话 大意不过三年 那就意味着什么 全国的疫情要有结束的迹象 新的生活要向我们走来 我们坚持了40多年的经济发展为先 为重点的这么一个事 又要重新回到原来的轨道上 广州 我们大家都知道啊 临近的是香港 我昨天也讲过 香港开放两个月了 60多天 它的整个状况和数据的反馈 都是向良好的方向在发展 而广州这次又面临着一种 大的疫情反扑的情况下 依然能够非常坚决的贯彻 不封城 不大规模的做核酸 这已经是我们讲 要为广州人鼓掌 要为广州的这种广州的做法 我们应该看到 经济地区发展的地方 它的做法是超前的 但同时我作为石家庄人 我也感到欣慰 石家庄开了先河 它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一个第一步 但是从这第一步当中 我们也吸取了很多经验 应该是 但是要比较这两地的做法的话 我觉得需要反思的是我们石家庄人 它不是说政策的 你的超前与否 而是人们的心态 人们的内心 对这场疫情的认识 两地的民众 有完全不同的心态 一个是积极的 一个是谨慎的 这是我想表达的东西 没有对错 是吧 但这两个地区民众的一个普遍的反应 就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同 人们的心态 一种是激进 一种是保守 它也是不同 好 我不想再过多的去讨论这个事情 总之我想报告给大家的就是 就是我自己的感受 就是疫情要结束 后 疫情后的生活 正常生活 向我们走来 那么我要谈的就是 我们怎么面对未来 我们从这个疫情 又收获了什么 这些东西都需要我们去思考 当 长久的 平和的 让我们感到引以为豪的 大踏步的经济建设 我们的这各方面 都在取得很好的成绩的时候 突然一场疫情 让我们戛然而止 而这三年的疫情 我觉得大家 收获很多 感想很多 我们在一个大难面前 持续三年的大难面前 我们每个人 每个家庭 各级组织 社会 社区 太多了 需要去反思 需要去好好想一想 有一句话叫 不是疫情有多恐怖 而是疫情在帮我们 检测 我们的 生活 在检测 我们的社会组织 在检测 我们的人心 人性 这个话 说得非常好 很多时候 顺境的时候 人们是不做思考的 人们是一定是想的 都是更加美好 但是在逆境突然来到的时候 这个时候才是考验 每一个人的时候 你的 经历这些东西的心态 以及在这个过程中 你的表现 这就是你 这就是真实的你 在没有任何事情来的时候 特别是我说 突发事件来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是好人 每一个人都不可能呈现出 他应对 突发事件的那种 潜在的一种 机能 潜在的一种 能力 以及勇敢 以及是否能帮助别人 以及 面对 突发事件的很多的 思考 所以这些东西 我是觉得 我们真的要 好好的去 思考 而不是说 在面对新生活到来的时候 你依然如故 好像忘得是干干净净 好像这个三年疫情 对你好像没有 留下什么痕迹 这才是一种悲哀 这才是一个 真的是如果下次 再次来临的时候 你依然如此 从国家 从社会 从家庭 从个人 我们都应该 好好的去想一想 未来的生活怎么安排 未来的生活怎么样的过 才是你期望的那个样子 我们在这个 三年疫情当中 我们看到了太多的丑恶 我们看了太多的人心不古 人害人 不是病毒在害人 而是人在害人 为什么 我们所希望的那个 和谐美好的社会 并不存在 首先不存在你我的心里 就不存在这个社会 为什么那么多的人 在这场疫情当中 丑恶 百态 全部暴露出来 对人的那个为难 对人的那个 不友善 相互的不理解 这就是我们真正的人的 社会的一种真实表现 只是在大好的情况下 在顺境的情况下 我们掩盖的非常好 这就是我的一种 从大量的社会真实的情况中 视力中的一种感触和感想 你得到的信息 你得到的真实 不是来源于网络 什么各种媒介 等等等等 大家要注意 你要有独立的思考和辨别能力 不要人云亦云 不要别人教你怎么说 你就这样去说 你连连大脑子不过 你身边的人 你熟悉的人 你认识的人 他们的生活 他们的观 就是状况 就是真实信息 你不要再迷茫的 或者是天真的去相信什么东西 眼见未必如实 眼见未必是真的 你听别人说的东西 不如你真正的感受 来源你的周围 你的亲人们 你熟知的朋友们 他们的家庭 他们的情况 是什么样 那真实的就是什么样 好了 我说到这不想多说了 我是想给大家传递一个 我们的这个三年疫情 即将过去 好的原本的生活即将到来 我们都要回归到正常 我们该怎样的去 展望 或者是怎样的一种新的 从大难中复醒之后 我们又怎么样的面对 未来的生活 这个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 谢谢大家